来说一点荒难不惊的事 我的年轻同事们帮我献了一个群 分享他们遇到的新鲜事 上周看亮扔进群里一个规则怪谈的连接 这是从去年年底开始 在年轻人里相当流行的文本 最有代表性的是在大陆网站 A岛上发布的动物园规则怪谈 署名是石榴椰子 表面上它是某个城市动物园的 9份1800字的游客须知 但是读几行下来 你就会发现它的内容相当细思恐极 彼此之间有一种对抗性关系 好像是出自不同的阵营 比如第一份规则提到 动物园的饮料店不提供兔子血 如果你在货架上看见了 请不要购买 不要独自停留在兔子园区的树荫下 兔子不会发出笑声 本园没有海洋馆 如果您已经看见了海洋馆 立刻离开 第三份规则却是 海洋馆门口张贴告示 内容是 请务必遵循以下规定 以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这是你逃出这个动物园的唯一渠道 进入海洋馆 这里没有人 在门口直接领取黑色的制服穿上 这是向我们工作人员发送 接受被救援信号的唯一方法 确保你所在的任何位置都有兔子 逃跑的兔子 兔子周边玩具 带兔子耳试的人 或者饮料店的兔子血 兔子是我们的暗号 它们象征着安全与保险 前往兔子园区 并尽可能不被发现的 把一张纸喂给兔子 然后停留在这里 等你听见明显不来自游客方向的笑声时 就可以离开园区了 那么问题就是你该相信谁呢 紧接着 后面还有一份海洋馆员工守则 又赫然的写道 如果借宿的游客穿了和你相似 但是是黑色的工作服 拒绝他们留宿 用强硬手段把他们赶走 海洋馆独立运营 外面没有动物园 牢记这一点 而后面的规则里 还有下面这样的条路 时刻记住 人类的生命安全比动物的更加重要 必要时牺牲任何动物 不要心软 你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动物 时刻记住自己是人类 不是动物 我在群里和同事们讨论过 我在日更里念这些 会不会因为吓到了用户 被总编师捉去谈话 按照本群的规则 我又该出卖你们中的谁 或者 要是我想作死的吓唬用户 该不该请专业的播音老师来配音 或者弄一点音效什么呢 其实我测试过 当你听我念这些奇怪的规则的时候 是没法产生亲自阅读他的心理体验的 这些文本本身没有什么恐怖场景 但是我们读的时候 会不停的在心里对这些规则之间的空白 进行想象 补充和推理 越是反复的读上下文 越会发现这些表面上的矛盾 是有层层相扣的逻辑关系了 也就越觉得背后的那个东西很诡异 作者十六椰子宣布 这套规则文本有一个唯一正确的解答 但是永远不会公布出来 好在文本已经开放了全文的授权 你要是感兴趣的话 很容易就能在网上查到原文和各种版本的详细解读 作为一个天天要和你见面的日更作者 我不能真把你吓得即被发凉就跑了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怪异的东西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恐怖冒险游戏的剧本 比较详尽的玩家解读已经探明了 游戏里一共有五种扮演角色 如果游客遵循不同的规则 会为分别的导向八种不同的游戏结局 有的是什么奇怪的事都没遇到 快乐的离开了动物园 有的是困在海洋馆里找不到出口 有的是从游客误入歧途 最后变成了兔子 按我在游戏平台Steam上查的信息 这个文本有可能是策略冒险类游戏 动物园规则怪谈预先放出来的文字版 不过我没有查到这个游戏工作室的信息 所以也有可能它只是虚构出来的 值得咱们聊一聊的是 为什么规则怪谈会让我们感到这么恐怖 先来总结一下这个文体 它是一种巧妙的 投入产出比很高的恐怖小说体力 它的行文不是个性化的 一半像是应用说明文 一半像是一个妄想症患者的抑郁 它没有惊悚的情节 只是在交代一个奇怪时空里的规则 可以说是用看起来清晰的方式 来描述一个混沌的世界 这会给读者什么感觉呢 就是我们不是在看别人的故事 而是我们自己就身在这套规则之中 这种强烈的现场感 会让人忍不住的想去探索规则背后的谜底 你越推理就会进入的越深 也会觉得越恐怖 因为你可以从有限的信息里推出一些结论来 但是你没法知道 这一切背后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这就像一部加拿大的惊悚电影 《新荒芳》 还有一个一名叫《易词元沙镇》 几个普通人莫名其妙的掉进了一个巨大的杀人机关里 他们不断探索这个建筑的运行机制 想办法要逃出去 但是不知道这个东西是谁 是为了什么而制造的 你现在是不是发现 这是一个对于人类现代生活的隐喻 理性的规则并没有让我们生活深处 那些荒谬的东西变得合理 也并没有让我们免于恐怖 那么让我们感到恐怖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害怕的东西 是跟着我们对于世界的感受方式而变的 我可能也算是一个妖魔鬼怪方面的小行家了 按我的体验 无论中西传统恐怖形象的特征都是 人类日常生活经验的延伸和变形 比如农村生活传说的鬼怪形象 不是村庄附近的动物 就是村外坟地里的尸体 或者是村子里的弱势群体 像残疾人老太婆 这个逻辑还挺朴实的 所以就有一种相对应的消除恐怖办法 热爱灵异悬疑题材的作家马不用说 感到恐怖的时候不要逃跑 而要不停的问自己问题 你到底害怕的是什么 怕鬼那么很好 继续问 你具体怕他的什么东西 是他的青面獠牙 是他可能夺走你生命的恐惧 还是单纯对于漆黑的走廊前方 充满未知的不确定 如果你害怕的是僵尸和鬼血淋淋的尖牙 那么不妨再问自己 为什么会怕尖牙 它是牙齿的什么部位 是旧齿 全齿 还是智齿 不妨再进一步想 僵尸为什么会长智齿 它们也会疼吗 如果你害怕的是走廊深处的一团漆黑 可以问自己 这个走廊的墙是怎么刷的 这个办法的原理 就是把鬼怪和我们生活的连接再低近一层 彻底的穿透未知和变异的外壳 它的原话是 思考并不意味着要找到正确的答案 只是让你进入理性思考的节奏 当理性开始发挥作用以后 很多可怕的异象 就会被大量的现实系解锁消解 变得不足为惧 再说了 我们把情况想通了不过如此 我凭什么非要怕鬼 我大不了和你一样 这也是迟早的事 上面说的这个解决方法 可以说是一种what if的编剧思维 对付传统恐怖片和僵尸片里的怪物是可以的 但是解决规则怪谈这种现代的抽象的恐怖感 它就不太管用了 规则就是让人越理性推理越恐怖的 我们如今已经清楚的体验到了 表面上理性的清楚的 好像是人人平等的规则 其实只是一种工具和途径 它和我们所追求的合理 合乎道德之间是可能存在断层的 哲学家福科认为 现代人生活在一个否定性规则 所建立的规训社会里 我们知道 这来自他在1975年完成的 那本有名的《规训与惩罚》 他研究的案例是现代监狱 他发现传统的惩罚方式是当众实施酷刑 这是有展示性的功能的 我们称之为是以警校友 而现代的监狱使用的是隔离的 隐蔽的 以规则来推行的惩罚 这就叫规训 受罚的人看不到具体的行刑者 执行中的规则 只能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 全方位的控制着监视着 身不由己的起居和劳动 虽然说刑期是固定的 监狱这个服刑地点也是固定的 但是这种确定性值得追求吗 在很多方面 他的体验都比传统的惩罚更难忍受 我们把这个监狱的比喻 放大到现代社会 权力机关 医院 各种社会组织都充满了规则 我们用遵循这些规则来定义自己 刚才我说这些规则的实质是禁止性的 因为规则的肯定性描述也是 要如何如何 那么就意味着背后是有明确的 不许如何如何的禁止性前提 现代人看起来好像挺自由 只有两样东西不允许 可是这两样东西是 这也不许和那也不许 制度和规则当然是必要的 但是我们的情绪里 就是有这么一种无法消除的不满和冲动 于是 现代文艺作品里的恐怖对象 往往是指向一种并不出场的系统性规则 在讽刺故事里 明晰的规则操纵在疯子手里 就像是一只大猩猩有了机枪 一条鲨鱼当上了游泳池的救生员 它完全可能通过明晰的规则 获得这种权利 于是规则越严整 情节就越荒谬 你不可能和规则讲理 因为它就是道理本身 这就像是美国黑色英文小说 《22条军规》里写的 美国空军飞行员中的疯子 不能执行飞行任务 只要由它本人提出申请来 可是如果本人提出申请 就证明它没有疯 因为对于自身安全表示关注 乃是头脑理性活动的结果 这些环环相透的矛盾 来自于战争本身的反人道 于是不想执行 不断增加的升空任务的飞行员 就只剩下了一个选择 那就是当逃兵 找一条皮划艇 划到中帝国瑞典去 把这些荒诞的笑容收敛起来 那就是恐怖 不知道你看没看过 日本导演 身作新二指导的电影《大逃杀》 日本小说家高健广春的原著 比美国小说《饥饿游戏》更早 也更震撼 电影也一样 恐怖之处不在于场面描述 而是少年人在成人世界 为他们制造的规则面前毫无选择 只能彼此残杀 日本文艺作品 对于冷漠和残忍的理解力和表现力 真的是很卓越 但愿这是出自于对侵略战争的反思 所以我们不难体会 动物园规则怪谈为什么恐怖 我们还可以留意 它的结果是人变成了 非人的兔子之类的动物 这也可以说是当代人 对于异化的普遍疑虑和恐惧 就像射触这个词的含义一样 更值得恐惧的是 我们又说得清 人到底应该是什么吗 什么才是生活里最重要的东西 也许这才是不安和恐惧的根本来源 最后再来说一个 不知道是好消息 还是坏消息的消息 规则怪谈的恐怖感 如今可能也要进行迭代了 进入网络时代的人类社会 不再是一个禁止性的规训社会 我们之前说过这种变化的一个表现 人们夺下了规则的鞭子 不是扔在地上 而是开始自己抽打自己 把自己当成工具来自我剥夺 不知道为什么非要卷死别人才罢休 然而那个别人到底是谁 都没有想过要去认识一下 有那么一个故事 我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 到底是不是段子 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话说一个刚出狱的人 好不容易找了一份工作 没做几天就辞职了 有人问他为什么 他说我在里面的时候 每天是按时起床 按时睡觉 一天工作八个小时 有放风和看电视的时间 现在在外面天天静加班 两头不见太阳 心情抑郁 还不如在里面不出来呢 把这个搞笑段子 转换成恐怖压抑的故事套路 也许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到那个时候 就是对规则怪谈的一次升级了 在这篇呈现出了虚无特征的水面上 我们是没法说服别人 同意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 只好向动物园规则怪谈的游戏说明里说的 去选择你所相信正确的 去击败你所认定错误的 把我们的行动悬挂在某种意义上 用它来捍卫你的尊严吧